我是Kenny 和大家介紹的馬 講到11月26日的泥草混合賽事 講到第2場 第2場是4班12米的田草賽事 我要介紹的馬 第一隻是勁飛徑 拍寶騎 這一場是勁飛徑最好的 好久都沒有回來這一場 今季 三班落四班 做賽 因為之前這隻馬 在三班跑開 今季落了四班 跑了三場賽事 都是所負不遠 這次用到拍寶 位置也是好的 什麼131磅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拿2號的勁飛徑來做膽 然後拖腳方面 我就要上籤 上籤 現在是大熱門 只有2.3倍 由泥地轉換草地 拿來做保險腳 其實2.3倍 不是很值得去買 但沈澤成的鬥志 真是如虹 有時候不要它 又是違反賭博的原則 唯有拿冷門來打主意 然後再拖多隻 勁有波幅 有波幅 上季也是長期在三班作賽 今季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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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下到四班 呂建威用梁家俊 有21倍 可以用來做一隻冷腳 再拖多一隻的話 我會選一隻美好家園 李二達馬房 李二達馬房 用無險冬 他有楊明倫 用無險冬 再減些磅 希望這隻美好家園 雖然十一檔 希望他超輕磅 都可以拖到一隻 有十三倍 既然有十三倍 希望上次不在 的話 可以拖到這些 變得更好 為什麼選擇這隻 勁非勁呢 其實這隻勁勁勁 今天 葉楚行都給了幾隻馬 給柏寶騎 希望柏寶做一場好戲 既然撿到他二檔 其實是這一程最好的 因為很久都沒有回來 這一程跑 我就拿他來做膽 第二場 我的介紹 二號勁非勁 拖這隻上籤 用來做保險腳 因為他這麼熱 其實我對著他 並不太開胃 但真的不知道他質素如何 或是很輕鬆 唯有浪費 拿他來做保險 再拖一隻 就是這隻勁勁 monsieur workspace 用梁家俊 是一個不錯的檔位 希望可以博到一隻 再拖一隻是十二號美好家園 選擇的原因是有十三倍 既然有楊明倫也不用了 用無顯冬 想輕上加輕輕飄飄 看看是否可以輕上加輕 博到一隻 第二場的介紹是 二號膽拖 一號上籤 三號勁有波幅 十二號美好家園 第二場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多謝訂閱我youtube頻道的朋友 還有分享我youtube頻道的朋友 有些朋友留言給我討論賽馬 我也很開心 有些朋友加入了我現場賭馬群 但有時候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我上班 有些時候未必每次都可以在現場的群組 跟大家討論馬 因為有些時候我正在做事 真的走不開 好多謝大家有支持我這個頻道 第二場的介紹就是 二號勁飛勁拖 一號上籤 三號勁有波幅 還有十二號美好家園 好多謝你們的支持 好第二場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大家贏多些 多謝 多謝